今年4月,钱贵大伙夺走了6条宝贵性命 让外界更重视公共安检作业 但北市府负责电梯抽检业务的曾信还有周信业务员 却被检警发现,疑似从去年开始向电梯厂商所会 两个人一个月共索取了5万4千元 除了包庇业者之外,还把黑钱用来聘请小助理 检察官漏夜侦讯,曾信业务员遭生压境界 而其他14名被告则以10到50万元交保限制住居 但是有电梯业者交保的时候态度还很嚣张 有人拿雨伞挡住镜头差点磋伤人 还有人小动作不断,企图冲撞记者 漏夜接受检方征讯,电梯业者好不容易交保 却在走出台北低检署时发生冲突 拿了雨伞挡了右挡,就是不想让掌上在镜头前曝光 抽检员小动作不断,上车前甚至冲撞记者 最后在家属的缓夹下,好不容易才平息纠纷 他们被检警约谈,却是因为前卫火警 夥走六命,负责查检电梯的监管处公务员 却爆出了收贿丑闻 其中民增性抽查员涉嫌从108年开始 向三家的电梯业者收贿 一个月领取4万5千元 另一名周姓抽查员也用同样手法一个月收贿9千元 两人收钱疑似协助电梯业者检验过关 由于业务众多,两人还聘请小助理留姓男子帮忙 负责联系厂商交办业务 或者是代理两人到场监督 但小助理的薪资也是由黑钱给付 检方还查出真姓建管处抽检员 也包批KTV业者收贿1万元后 让不合法的菜梯取得合格使用执照 甚至有大卖场的电梯也不合规定 他得知后收贿8万元协助放水过关 建管处收贿丑闻 柯文哲得知也下令延办 作为检查的公司到底他们有多少责任 彻底查清楚以后再跟大家报告 检方征讯后包含电梯业者在内 一共14人分别以10万到50万元交保 至于增性抽检员则涉嫌重大遭生涯禁件 钱贵一把火烧出案外案 民众恐怕不知道自己的人身安全 竟然都托付给了行贿的公务员 记得成长张士奎 陈威纯台北报道